字幕提供 這一次要不開 不是不開箱 是 一刀未撿的開箱 要介紹的是 Switch 在用的藍牙手把 這一個手把其實還蠻好用的 個人覺得 Switch有一個手把 叫Pro 那Pro的話呢 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但是呢我發現Switch這本身的手把 它有一些缺點 像好比說這個香菇頭 它有時候太敏感 很緊張的時候稍微 按一下 然後它就 可能就是按下去了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說這個手把其實 其實也不難用 但是它始終跟搖桿 就是會有一些距離 那我們今天要來 一刀未撿 開箱的 開箱測試的就是 Switch按壓手把 那我們打開 手把裡面就很簡單 一份說明書 英文說明書 然後 電線 充電 充電 這也是充電用裡面沒有空的 這手把 手把的盒子 我們放在旁邊 這就是手把的 主體 這手把的主體 那 基本上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AXYAB AXYB 就是對應這邊的AXYB 另外呢 上面的這一個 這一顆 跟這一顆 就是加跟減 Milus跟Plus 然後這一顆跟這一顆呢 它就對應 這一個是螢幕截圖 這一個是回到主頁 那這個十字鍵 當然就是對應這個十字鍵 這上面的 這個 這上面的 這個 一樣 有按鈕 然後一樣 LR 也就是說 這上面的按鈕是完全對應 Switch的手把 還要特別說明的一點就是說 它這個手把本身也支援PC喔 也支援PC 但是 這個手把算是藍牙手把 支援PC的話 基本上就是直接 接上 這個Type-C的插頭 直接接電腦 它就可以偵測為 USB的手把 而且不需要驅動 是直接支援的 不需要驅動程式 那 這一個 你當然也可以直接接Switch 進行充電 那 我們現在要來介紹的 這是新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做連接 我 我也有在用這個手把 我玩的是薩爾達 那給大家 跟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連接的是 Switch的手把 1 跟2 然後 這是薩爾達 那 我們進來控制器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連接的是1 1 然後呢 進來 更改拿法 不是搜尋控制器喔 進來更改拿法 這邊 進來之後呢 我們所連接的 任何手把 都會被清空 接下來會出現 你想要 使用的 控制的 那當然 如果是要偵測 原廠的手把 就是LR按下去 它就會偵測得到 但是這個手把不一樣 這個手把就是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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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慢閃 它就會偵測得到 假設說你第一次沒有偵測到的時候 我教大家一下 有一個方法 怎麼偵測 現在是空的 按住 不要放 這是第一個 按住不要放 我先按住不要放 然後你會發現它藍燈會快閃 再一次 有沒有 這個時候是快閃 快閃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跟主機連接 它連接是EP的時候 它就判定為第一個燈 第二個燈 第三個燈 第四個燈 換句話說 你有四個手把的話 第一個手把連接第一個 第二個手把再偵測的話 就連接第二個 諸如此類這樣子 然後呢 要特別說明的就是說 手把本身支援震動 然後手把的握感很好喔 請注意 我這邊握著的時候 這兩根手指頭在這裡 它這裡剛好有做兩個凹槽 很明顯的兩個凹槽 所以握著的時候是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凹槽在這裡 也就是說我是這樣 抖雷密 握著的時候剛好是這樣子 剛好這三個剛好 其實蠻符合人體工學的 然後呢 它這邊 這一個 跟SWITCH這個 SWITCH這個 其實它沒有類似塞車的那種 它就是壓一下就壓一下 但是 這一個的話 有點類似像塞車一樣 它可以壓一點點 壓深一點 壓深一點 就是有點類似說 我踩油門這樣子 它有支援這個 另外一點 它支援陀螺椅 陀螺椅就是說 我們這樣 動的時候 它有支援陀螺椅 另外它有支援震動 也支援截圖 這個就是截圖的按鍵 那 我們這邊跳出去 我們再 可以再進來 手把這邊清空 分開它法 清空 然後重新偵測 你如果設定過的話 你其實按一下 它就會測 它等一下就會直接偵測 它會關閉 快轉之後它會登陸 它會接觸 這個部分 這個功能按鍵有點類似 這一個 這一個 其實這一個 按鈕 就是原廠手把 這個按下去 它手把 原廠手把也會重新偵測 同樣意思 這個其實也是這樣的功能 偵測之後就這樣子 那你下次 其實下次再用直接 拿起來 按一下 它就連結了 好 那 現在就可以通知了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進去 我們在玩的 薩爾達傳說裡面 好 看 那 薩爾達傳說裡面呢 它有一些 功能 好比說 我要射箭的時候 等一下我 手把在這裡 對著畫面 這 鏡頭可能要抓遠一點 也要抓得到畫面 這個 那我會稍微秀一下 它的效果 其實 玩這一類的遊戲 其實 用這種手把 其實還蠻 玩起來還蠻順的 然後對一點 另外一點 另外一點就是說 它這個的觸感 不錯 這個3D的觸感 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轉視線 對不對 轉視線 壓一下 壓一下 這樣子 那什麼叫 什麼叫陀螺椅 請注意看 我手把這樣 上下左右 看到嗎 鏡頭跟著跑 這個叫陀螺椅 那陀螺椅 另外一個功能就是說 好比說我在玩的時候 我弓箭拿出來 我要射 我要射 射那個敵人的時候 大家有看到 這邊前面有一個準心 這邊有一個準心 我可以 我可以用這個 3D按鈕 移動 我也可以用手把 這樣子 我要移動哪邊 我要瞄準哪邊 我直接動手把就可以 有點像是我們拿槍 我拿著槍 然後我要射 我要打哪裡 這是陀螺椅的部分的功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截圖 像這一個就是回到首頁 跟我們 Switch手把這邊的功能是一樣的 按鈕 然後再 回去這樣子 另外一個功能是截圖 這個 拍照 拍照之後儲存 拍照 這是截圖功能 那怎麼看截圖 我們可以回來這邊 這就是遊戲功能的部分 相簿 相簿 相簿基本上就是我們玩遊戲的時候 我剛剛拍的照片在這裡 這個是 拍照 然後X 我們可以 勾選 然後當然 最大的好處其實是這個十字鍵 因為這個十字鍵不好用 這個十字鍵 就還蠻好用的 那我們可以清除它 節省空間 清除掉 就大概這樣子 那我本身有在玩薩爾達 它對應的遊戲其實蠻多 很方便 就像玩馬利歐也可以用這個 這樣順 重能鍵 正常 非常好用 然後它的距離呢 可以大概支援到 8到10公尺 就是一般 藍牙的 它是透過藍牙 跟 SWITH主機 做連接的 那 如果你想要接電腦 就是透過連接線 然後呢 它也會有低電源的警示 現在亮 長亮 很亮 現在就是滿電的狀態 然後支援 Type-C充電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 插SWITH的變壓器充電 或者是說直接 把這條USB線 直接接主機上面 跟手把充電 都可以 你也可以 一邊玩一邊充 都可以 好 那 關於這個手把的介紹 介紹到這裡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在影片的底下 有 如果你想要購買的話 影片的底下 有我們 可以聯繫的方式 或是我們的購物網 可以直接到我們的購物網購買 好 非常感謝大家 推薦給大家這一款 它沒有任何名稱 我們就把它叫成 無線手把 SWITH的無線手把 沒有給它特別的名稱 然後它 它其實也是 JSY這家公司做出來的 這是它的外盒 外盒 外盒 它的Wireless Switch Wireless的 Controller 的控制器 好 介紹給大家 感謝大家 掰掰